和他差不多的同时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了 一次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特别浩大的农民起义 时间1851年到1864年 一压之后一直持续到二压以后 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很多人研究历史的人 他们会开玩笑说洪秀全几乎可以算是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扯淡的一个人物 大家知道洪秀全以前出生是如何的吗 这个广西广东农民出生家庭出生是吧 梁广一代农民家庭出生 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干嘛呢 其实最开始不是去造反而是干嘛 去省城参加科举考试 中一个近史是吧 甚至中一个重点会去光宗耀祖这个发家致富 但是可能很厌的是从小文化程度不高啊 据说16岁跑到省城去参加科举考试 一口气考了15年 他都没有考上是吧 大家可以试试试想一想 如果让你们反复复读15年高三 什么兴起是吧 好估计人都疯掉了 好当时这个洪秀全也是如此吗 15年都没考上科举 连个秀才都没挥上 于是整个人好精神崩溃掉了是吧 回家去就说最后一次考不上 回家去之后大病一场 高烧40多都不退是吧 眼前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 而后来清醒过来之后 这个说了一个最著名的幻觉是什么呢 他说他梦到谁了 梦到上帝了是吧 而洪秀全当时给大家描述的那个上帝 长什么样子呢 身穿白袍的身穿黑袍的一个白胡子老头 背上插一把龙穿宝剑 说一口流利的广西方言 是吧 洪秀全说这个 其实我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 我有一个大哥叫什么呢 叫耶稣是吧 因此后来创立一个东西叫做 拜上帝教就皆干而起了 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持续时间 大概有15年左右 席卷南方诸审 15年之后 因为这个太平天国的战乱 整个中国的人口损失其实突破了1亿多 这是一个这个对清朝统治 冲击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事情 那么来看看这个太平天国本事呢 需要关注和了解哪些东西 第一来看它的背景 好 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这个阶级矛盾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 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如此 是吧 这个地主剥削农民嘛 农民要反抗 而当时清朝末期官员特别腐败 所以这是一个最最主要的那个矛盾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需要什么呢 特别特别具有时代特色的一点 我们来看第二个 叫民族矛盾 这个矛盾激花了 上面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吧 而民族矛盾怎么来的呢 就是伴随清华战役来的是吧 两次鸦片战争来的 还记得吗 我们讲完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 曾经说过这个银贵潜见的问题是吧 当白银大量外流的时候 物以稀为贵嘛 银子价格怎么样 一下上去了 而铜钱价格呢 就下跌了 而我们说这个事情会对谁的负担 搞得特别大 老百姓是吧 还记得什么原因吗 我们都解释过的 因为百姓平时花的是什么钱啊 花的是铜板是吧 但是给这个朝廷交税的时候 交的是什么呢 交的是白银 他得去兑换 一旦银贵潜见以后 他兑换的这个铜钱 兑换同一辆白银的吧 兑换的铜钱就要多了 因此付税负担就高了吧 而且还讲到鸦片战争以后 我们的传统手工业也破产了是吧 大量的外国货物到中国来清销嘛 那么这个民族矛盾激化了这个阶级矛盾 而与此同时呢 就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那些年 两广一带 中国南方啊 自然灾害特别特别的严重 有一系列的这个水汗灾害是吧 而最后就像是红维权创立的这个 带上帝教的问题了 四个背景 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 最具最具 实在特色的是这个民族矛盾 有个印象 它是根据鸦片战争的这个影响来的是吧 而我们稍微简单回顾回顾 整个太平均兴起的过程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1851年今天起义 1851年这个 这个11月1号这个好特别孤单的日子是吧 11月1号 红维权38岁生日那天在广西金田村起义 后来1853年的时候 3月8号 妇女节这一天是吧 围攻这个南京城 后来把南京打下之后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把南京改变 知道什么呀 叫天津是吧 定都定在天津 慢慢的太平均的声势就越发壮大了 在1856年达到一个全盛的局面 只不过迅速由盛转衰是吧 1856年就在太平均国运动到达全盛顶峰的时候 他们的内部出现了很多的矛盾 好 诸王互相这个厮杀 可能有很多朋友知道是吧 于是有这个天津变乱 太平均国运动开始往下走了 那么最后在1864年6月1号 而冬结这一天是吧 好 红维权去世了 那么随后这个清军攻克天津 攻克南京 那么太平均国运动宣告失败 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流程就可以了 下来呢 我们来重演看一看 考太平均国的两个核心考点呢 天朝提姆制度和资生芯片